HELLO 大家好我是影鳩媽拉丸這款遊戲叫做遊樂場 它這張圖片完全就是在抄襲PAPI Playtime 連地板都做得一模一樣 遊樂場是一款以兒童恐龍為主題的室內遊樂場為背景的恐怖遊戲 漫步在兒童遊戲區、管道區和球坑中 揭開並找到您女兒的項鍊 同時解開這個曾經快樂的地方的神秘面紗 請記住吧,您並不孤單 基本上這種類型的遊戲我們都已經很熟悉了,直接開始吧 哇靠,完全就是回到了PAPI Playtime第一章的感覺,你們有發現嗎? 幾乎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然後這裡有一間廁所,打開 廁所門不能開耶 那我要去哪裡? 這一間就可以開了 然後這邊寫著... 按按鈕 有什麼東西打開了嗎? 我好像聽到有門打開的聲音 電腦 沒有東西? 我們應該就是跟著目標走就好了吧 雖然我不知道目標是什麼 有啦,門打開了 但是我想看一下其他間能不能開 不能 可以跑步耶 這遊戲是可以跑步的,nice喔 這樣就不會拖我們太多時間了 通風館裡面好像有東西喔 我有聽到聲音 這裡沒東西 打不開 我感覺畫面有點模糊耶 是這樣 是我眼睛壞掉還是... 遊戲真的怪怪的 這裡有三個按鈕 三個按鈕 不對 看起來是要找三顆寶石 三顆寶石 然後放進去可能會有門打開之類的 這裡應該是我的迷宮關卡 打不開 目前玩起來怎麼感覺... 欸! 哇操! 等一下 發生了什麼事,倒戈 這恐龍超大耶 我死掉了 然後它的紀錄點其實還蠻... 還蠻近的嗎 對,蠻近的 至少我們這款遊戲它是有紀錄點的好不好 OK啦 它會從這裡出現 欸? 啊恐龍咧? 所以剛那邊是一個必死的結局喔 酷啊 好像不管怎麼跑都會死掉耶 欸沒有啊,這邊門打開了 前面應該還會有恐龍 前面應該還會有恐龍 跑酷關卡是吧 沒有問題 欸? 牛角麵包 什麼聲音啊,那麼大聲 在那邊吵什麼 跑酷關卡 非常非常的無聊 然後下一個是這個嗎 可以,跳過去了 應該是沒什麼難度啦 應該是沒什麼難度啦 前面那什麼啊 好像有一個類似背包的東西耶 我要怎麼去到... 呃... 呃... 等一下它紀錄點好像有一點遠耶 它紀錄點怎麼在這邊啊 我跟你講這遊戲絕對是一款糞便 它把紀錄點設在那邊 然後我們要一直重新跑 浪費時間 它就在拖台錢 就是在拖玩家的時間 超壞 哦,原來那個黃色的會動 那我們應該是要等它過來一點 好,就現在 對嘛 這樣就輕輕鬆鬆了是不是 然後這裡可以站 應該可以到對面去喔 看一下 欸,沒有啊 那這個是要幹嘛的 這個轉了之後 完全沒有任何屁用耶 所以這邊那個背包 我不知道怎麼拿耶 我們先去前面好了 啊,完了 輕輕鬆鬆 欸,輕輕鬆鬆 然後... 我又撿到一顆牙齒了 這個牙齒到底是要幹嘛的 我撿了很多的牙齒耶 遊樂場到了 恐龍遊樂場 這裡是要幹嘛 其實玩到現在 我都不確定這個遊戲目的是在幹嘛 應該說它的任務目標很不明確啊 這不能轉嗎 好像不能轉耶 等一下,跳過去 這裡有一個機台 也不能玩 那我到底來這邊幹嘛的啊 這裡有東西要撿嗎 沒看到啊 對啊,什麼東西都沒有啊 這什麼 有一個很紅色的大便 我... 欸 啊,這邊是要找這個牙齒 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牙齒要找 完了 出大事了各位 我們要撿幾個牙齒啊 最討厭這種找東西的關卡了 哭啊 超無聊的 這裡沒有牙齒 這裡有一個 10個 我們要找10個牙齒 欸,我們一開始那邊是不是有一個沒撿到啊 所以我是要跳回去嗎 老哥 Are you kidding me 謝 幹我們好像要跳回去耶 因為我們一開始那邊 箱子上面有一個牙齒 幹哭啊 這邊一開始的那個勒 啊,我不是少一個嗎 所以我其實有撿到 那我到底跳回來幹嘛 請問一下我到底跳回來幹嘛 幹我要生氣囉 不要... 啊 完蛋了各位 我在這裡找牛角麵包找了10分鐘 我找不到 好不好,找不到 我根本就沒有最後的牛角麵包 我根本就沒有最後的牛角麵包 餵包我到底放了幾個 太酷了吧,老哥 你不會給我藏在草叢裡面吧 喪心病狂是不是 欸不行耶,真的找不到耶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不知道 欸 幹他放在這裡 啊 坐著 謝謝你 好不好,謝謝你 浪費我人生寶貴的20分鐘 真的是去你媽的 可以開了吧 可以了吧 蛤 我們還有缺麵包 真度假度啦 喲 他不會藏在球池裡面吧 哇 哭哭麵包耶 幹 喔 這個作者 終於可以通關我們的第一關了是吧 我們第一關已經浪費了 欸 這不是黑暗鬼祭的碎片嗎 我拿到了 啊那個門我要不要轉啊 要 需要 需要轉 啊 應該是又有其他門打開了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裡 看一下 趕快把這個紫色寶石放下去 OK 開門了沒 看一下門啊老哥 打不開 那應該是這邊啦 沒錯,這邊門打開了 啊不是,這些開始了 那就這邊 看起來又是那種有三個關卡有沒有 放三顆寶石然後追逐戰逃出去 大概是這種概念 這邊在幹嘛 他這裡完全就是抄襲斑斑幼兒園耶 喔 被我找到Bug了喔 再見了,謝謝 謝謝作者 哇 你設計的關卡好好玩喔 完全就被我找到漏洞了 欸 什麼東西啦 到底是什麼小啦 冷靜 好不好,冷靜各位 不要急 看起來是這樣 等一下 這一關根本就是讓你一直瘋狂的死掉吧 對啊 他沒有跟我講遊戲要怎麼玩啊 他就是讓玩家一直死一直死 一直死耶 那你去死一死好不好啊 走這啊 然後這個是短的 然後 這個是短的 然後這個是 是 不知道 這個是長的 然後這裡應該是短的 這裡應該是 隨便拆 好長的 我終於通關了 看什麼看啊 白癡 白癡遊戲 我等一下一定退廢 又是跑酷關卡 欸蠻可愛的耶 他這個好像可以當封面對不對 蠻可愛的 跳死 OK 輕輕鬆鬆通關了 這邊是要幹嘛 打開囉 開門啊 不對啊 這裡不是應該會找到一個寶石之類的嗎 我都已經通關了耶 寶石呢 好,確定了 沒有東西了 我們該往回走了 不會往回走 我也要計這個順序吧 我記得是 直走吧 應該是這樣 好通關了 沒事 安全 阿怎麼會有兩個一模一樣的關卡啊 問號 我剛剛是從 我剛剛是從那一來的 蛤? 欸我剛剛記得是進這邊啦 所以我們這次要進這邊 我懂了 我們走斷了 好煩的關卡喔 喔 幹我怎麼記錄在這裡啦 喔呦 幹 這遊戲 完全就是智障 不行了 各位真的不行了 然後這裡還會死的 幹我要記兩邊的順序耶 你們敢相信嗎 我要記兩邊的順序耶 白癡是不是啊 幹超酷的 超酷的 幹這遊戲超酷的 這裡是走這 然後這裡是走短的 走長的 忘記了 冷靜各位 冷靜 心態要穩 真的心態一定要穩 走這 走長的 我們走長的 然後這邊是 沒有任何提示到底要怎麼過關 啊 rout 了 好長的 感覺是短的 感覺是 是長的 啊 啊 啊 幹我不行了 我要退廢了 你們會覺得做一款遊戲 然後拿來賣金 又這樣搞玩家 真的很可恥嗎 真的很噁心嗎 你們不覺得很噁心嗎 真的是沒有任何一丁點的羞恥心耶 好噁喔 這邊是什麼啦 忘記了啦 斷 左右 左右 右 這邊一定是 左 左右右左 啊這裡要找牛角麵包 哇操牛角麵包 每個關卡都在找牛角麵包就好啦 還有羊肉 去死一死吧你真的去死一死 這遊戲要多少錢啊看一下 100塊好不好 100塊 這種東西要100塊 我不如去見給乞丐 幹 我沒有 幹為什麼他在追我啊這邊順序什麼 隨便啦 暫 全面 還要計這個順序耶 我完全忘記了你知道吧 應該是這樣吧 然後是這樣吧 對沒錯 然後這裡好像是 長的 呃... 短的 啊~~~ 幹 這是什麼地方 為什麼他從後面過來 老哥 怎麼會有BUG啦 他怎麼在前面 他為什麼在那邊 好棒 好棒 我只能說這遊戲好棒 全部都是BUG的遊戲 還要賣我100塊 然後還要搞我的心態 又要氣死我 各位 眼淚快流出來了 那我現在要去哪裡 我還差最後一個寶石 請問一下最後一個寶石要去哪裡開啊 不知道 欸 不知道 好棒 這要撿是不是 啊~~~ 紅色寶石 我懂了 快開門啊 智障 快點 怎麼又是這種敷衍玩家的跑酷關卡啊 這裡這麼長怎麼跳 這跳得過去嗎 可以耶 幹 勸你開門是快一點喔 這怪物死的耶 太可悲了吧 他就這樣站在鐵鎖下面 然後給他壓是怎樣 有病是不是 啊 是不是有病 這裡沒東西放 欸 這邊有一個 所以呢 我這樣是開完了嗎 我可以回去了嗎 請問一下我可以離開這個鬼地方了嗎 我可以去退廢了嗎 可以吧 我本來以為回去的路上至少會有一個精彩追逐戰的 結果完全沒有 我們就是這樣很平淡的走回去 有耶 好棒 開門囉 再見 這又是什麼 不知道 蛤 這門怎麼打不開 他就覺得把開關藏在這種地方很有趣是不是 很有趣是不是 說得 喝醉酒後醒來 來到了一間醫院 這裡是哪裡啊 不知道 為什麼突然出現了麥塊的音樂 我逃出去耶 好棒喔 再見囉 等一下 我女兒的項鍊呢 我女兒的項鍊還是沒有找到啊 那我來這裡的目的不是沒有達成嗎 白癡吧 開始出現人生跑馬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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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你媽數了啦 好不好 你媽數了啦 太好玩了 各位 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各位 太好玩了 我會發表一篇嚴肅的評論 這遊戲真爛 他看起來很棒 但沒有任何的意義 遇到了一些麻煩 當我發現我必須從頭開始時 我就退出了 不要浪費你的時間 值得參考 太糟糕了 我想要回我的錢 這故事毫無意義 15分鐘的比賽 值得參考 只是斑斑花園 甚至趴平平台的另一款廉價抄襲 值得參考 各位 這遊戲真的好玩 一定要推薦給你們 不能只有我玩到 我個人是可以給出滿分0分的評價 不能再高了 要賣150塊的遊戲 做得比上次那個13歲小朋友 做的恐怖遊戲還要無聊 多給1分都覺得噁心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